竹梦竹梦艺术展邀请了国际艺术家王文志 在国际曼城凤林小镇孕育了一场 与自然共生的地景装置艺术展 11号下午在凤林镇美好花生馆举行的开幕展 现场学中卫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 被自然包裹与土地一起共振呼吸的生命共同体 竹梦竹梦艺术展邀请国际艺术家王文志 在国际曼城凤林镇孕育一场自然共生的地景装置艺术 鼓励大家走进来 然后把鞋子脱下来 好好地踩一踩脚底和竹节的关系 踩进来然后躺下来看看天空 好好的很放松的肆无忌惮地看天空 可以做脚力按摩 对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会不会想要再继续再欢迎做这样的窗 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 大家脱鞋子走到作品里面去 那可以很安静地可以聆听你心跳的声音 对那因为我们我喜欢用编织的效果 那编织的效果 编来编织就是人跟人交融的那种感觉这样 可以很棒的一个互动 展览至8月31日子 邀请大家欣赏作品的同时 重新感受自然体验自然 心灵自然 回归自然 成为被自然包博的土地 一起共振呼吸的生命共同体 那最后这个竹梦竹梦艺术展呢 它是一个竹子的梦 也是一个追竹梦想的一个前行的力量 那有梦最美 竹梦踏实 我们将今天的活动化为一个最大的祝福 送给现场每一位嘉宾 我常说花莲县以永续为发展的目标 而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因应四十节气 我们跟这个土地 天地 人 和谐共处共好 这是花莲县发展的政策的方向 而在三轴三星 无论是海 聚落 山 以及我们的北花莲的政策 以及中花莲的曼城文化 还有南花莲的这个绿色健康 这是我们整个对于花莲的愿景规划 那我真的要谢谢玉伦夫妻 能够回到花莲 顺隆和玉伦能够回到花莲 生根在花莲 让我们这块土地结合农业 有所不断的去转动 其实智慧来自于生活的淬炼 而我们的文化艺术 是来自于生活淬炼之后的那个生化 我想这样子的卷动 才能是有根的有根的文化 在这个地景装置艺术中 除了展出老师以怀抱 远离成销 露营的心情 清净竹藤自然没柴的方法 融合凤林国际曼城生活步伐 为这块土地所量身打造的竹编建筑作品 包括凤林镇长 萧文龙 县议员吴建志 蔡依静等民意代表士绅 都到场支持 难得机会不容错过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导 吴建议员吴建议员 广址 请继续 吴建议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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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造